大家晚安 我今天也歡迎來到新聞大白話 接下來兩個小時 國內外大小事 要用您聽懂的話說給您聽 現在介紹這些小事的來賓 首先要介紹是資訊媒體人康仁俊 你好 還有立法委員謝忠介 大家平安 以及資訊媒體人陳惠文 大家平安 好 剛才今天帶你來看到的是 現在呢大家就在講了 有沒有可能這個大罷免潮 雖然說金融市長 這個謝國良化的罷免 並沒有成功 但是還是會來臨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因為有人去上這個 政論的這種廣播節目的時候 自己就講到了 來這一位是許智杰 他在講啦 他說其實小草會回頭啦 什麼意思 原因是因為他給他算一下 他把那個當時的得票率拿出來 說雙方的得票率 如果說差3%以內的話 哇 他就點名了這一些人 包括了台東 他有特別提到 譬如說以台東為例 黃建兵他雖然說仇喚值 沒有很高 好 但是問題是呢 當時在選的時候 民進黨是分裂的 所以他就覺得說 如果說呢是差3% 金融勾勵的冰冰啦 同時他強調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 如果說他們真的罷免成功的話 哇 那民進黨絕對是能夠補選成功 而且呢一來一往 欸你就要知道喔 你看現在52席對不對 國民黨 然後呢綠的51席只差1席而已 只要有一個被罷掉 然後這邊再加一個 那這數學題嘛對不對 這樣就變啊對不對 這個邏輯他就在講了 這種矯正席次的邏輯 是不是很賴清德 然後他就開始在講 OK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也著眼了 他說現在呢 你看 柯文哲又涉貪被積壓 所以他在這個論調之下 他認為在節骨眼上 在未來案情跟著滾動的發展上 小草會回頭 好啦如果真的是這樣子的話呢 這樣子是不是一個 民進黨未來的動作不知道 但是林友昌有話要說 林友昌他的講法是 他認為這樣子的一個態度很不健康啊 他說如果說呢 我們只是泡過罷免 來增加國會的席次的話 他覺得這不是一個健康的 民主政治生態 講得很正面 很積極 同時他強調 我們民進黨從來沒人罷免過的啦 從來我們都不是自己發動罷免的 講完這句話之後 林濤說了 叫林友昌吃人血饅頭 輸不起 一直以來大家都在講 如果說呢 這個民進黨完全沒有罷免的話 那我們也很想問一下啊 當年2019年 我們經歷的是什麼東西 那個時候被罷免掉的是誰 被罷免掉的 啊不就是韓國瑜嗎 韓國瑜是當選了高雄市長 後來呢去選了總統 所以他這次來講說 謝國瑜有去選總統嗎 對不對 台下就玩笑成一片這種自嘲 韓國瑜那個時候呢 選前被綠營急進的抹黑 貼草包啊 韓導等等的標籤 選完之後 土博人之間呢 就開始大罷免了 同時呢 還有說罷韓 這四個人出來發起的活動 講是這樣講 但後來的這個力道 以及在網絡上面的聲浪力量 真的都沒有民進黨的影子嗎 那也因為 韓國瑜這一次的罷免 後來呢才會接連說大罷免朝 包括了王浩宇 包括了黃捷 包括陳柏惟 包括林長佐 因為民進黨這邊 綠色的發動了攻擊 所以藍色這邊呢 有所這些回擊 他們認為說 好啊 同樣的標準來檢視 不開心的後來 有誰被罷掉 王浩宇被罷掉啦 對不對 然後陳柏惟被罷掉啦 大家就開始在講 那這算不算是一戰術上面來講啦 算不算是說呢 我用一個桃園市議員 用一個台中市立委 雖然我折損了兩名小將 但我拿下了你一個將軍 這樣的一個比喻方式 大家有這樣的感受嗎 好啦 那現在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個時候呢 是發動罷免謝國良 但是呢問題是 罷免的經歷不是只有 如此而已 再早先一些些 好蔡振元的PO文也提到了 2015年 那個時候呢 就是因為他挺服帽 結果呢 這個民進黨發動了罷免 那他說他那個時候 直球對決 所以沒有成功 但也因為這樣 後來呢 國民黨這邊呢 也有人就認為說 同樣的標準來檢視黃國昌 也才會發起的那個時候 罷免黃國昌的一些運動 所以現在呢 蔡振元在看回過往 他就講了 基本上啦 你要跟他直球對決 然後跟他說 我們就是 希望以德抱怨 他覺得這個對民進黨來說 不是一個好的戰術 他認為比較好的戰術是什麼 就是直接用謝國良的策略 來回敬他 這是點名 兩個人 一個叫做吳思瑤 一個叫做吳佩毅 他覺得說 仇恨就是要對抗仇恨 要用實力來回敬民進黨 早見的其實 在林川媒這邊獨家報導 他們也特別提到了 說國民黨不知道哪裡來的 內部傳出一個名單 表示說呢 要獵殺20名的民進黨立委 甚至呢 還有人提議說 乾脆直接把賴清德給罷掉 但如果真的是這樣子的話 好啦 那大家就在講 真的有這個名單嗎 名單從何而來 到底算不算是一個假棋行動 沒有人知道 誰會在這個節骨院上出來放話 對於國民黨來說 他們一直以來都不希望 有這個大罷免朝的產生 好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大家就要問 這個所謂的藍綠對決 或是藍綠彼此之間 在做廝殺 那這樣子 最後誰會得力 這一次謝國良 雖然說呢 他成功的平息了這一段 但是呢 其實付出代價的 也是你我他 因為用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用的基本上呢 就是所謂的 行政院的預備金 預備金通常是用來做什麼 用來救災的啦 好 那如果說呢 之後真的會有一連串的罷免朝 錢會從而來 這其實就是大家 想要問的問題 我們想要請教一下 仁俊哥你怎麼樣來看 這個罷免朝呢 現在說 有九個立委 就是那個當時贏太少的 就被鎖定了 甚至還直接講 在這一波下來 一來一往 民進黨就過半了 就我不太清楚說 許智傑怎麼會用這樣一個言論 說罷免掉幾個 我補選再上幾個 就可以扭轉這種情勢 我不太知道 他到底第一個 認為立法委員的工作 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個我不知道 第二個 還是他認為說 選舉基本上是可以用這種 所謂加加減減的方式 就這麼容易達成 那如果真的如他預期 當時民進黨我覺得 也不會選得這麼差 所以我覺得對民眾來講 這次謝國良的 這個挺過罷免案來說 我認為當然是給綠營 一個很大的一個警訊 我本來以為說綠營會 稍微克制一點 尤其在發言的部分 就像我看有一些 這個綠營的朋友 在提到說 謝國良被罷免案 那時候當時沒有過的時候 事實上我也聽到 綠營有些聲音 他們其實有提到就是說 如果謝國良 未來他改變了他一些 被外界批評的地方 未來不見得在基隆的這一戰 對民進黨來講是輕鬆的 因為這個對選民來說 非常現實 尤其在過去一段時間 在打謝國良罷免案的時候 那時候還遇到了一個風災 那風災你看到很多人去批評 甚至拿什麼南部來作為比較 來去凸顯謝國良 但你可以看得到 那個的方式並沒有奏效 所以我覺得選民 在真正面對到 就是說罷免這件事情 大概沒有辦法用那麼單純的 就是說因為我當時什麼時候的時間點 對他很生氣 所以我隔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就繼續去操弄這一個 然後讓他給換掉 你要最少要有一個 合理性跟正當性 你剛剛提到韓國瑜 韓國瑜那個時候 真的是一個比較特別的現象 是因為台灣在那之前 很少有一個政治人物 應該也沒有過來 就是說剛當選一個職業社的市長 跳過來要選總統 所以在那個氛圍 跟那個當下的狀況之下 促成了那個時候罷免案的完成 但我跟你講 韓國瑜後來當立法院院長的時候 我覺得他的表現事實上 也符合我們一般對於 立法院院長的那樣的一個想法 只是他可能不是一個 很刻板的一個政治人物 但最少我並不會認為說 他在當院長的時候的那個 那個的格局 跟他做的方法 是有多麼的失分 所以如果回到理性上面來看 就是說當許智傑跳出來講說 鎖定這幾個罷免的這個名單 而他最後的目的只是要讓民進黨補選成功 讓國會過半 那國會過半又怎麼樣 就是說民進黨執政的過去的八年的時間裡面 民進黨國會是過半的 那有真正把這個國會做到比較好 或者讓他行政權真好 如果他今天真的在當下是有完成這麼多民眾的想法 或他自己內心的小宇宙的話 那為什麼後來到這一次賴金德選總統的時候 反而變成民進黨的立委 在立法院的席次沒有他們預期的這麼好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罷免這件事情當然是 這個憲法賦予民眾的一個權利 但是它是不是要成為一個泄恨的工具 我認為在這幾次的罷免案裡面 當然過去有幾個罷免藍營的 罷免綠營的 那有被罷免成功了 事實上你真的回來看 在當下都有他特殊的環境 或者有可能是區域性 有可能是因為他個人的爭議 是真的比較大的時候 他就會促成了罷免案的發動 那如果就當時那幾個被點名的這幾個人 理由居然是說 因為他們在這個地方贏的票數比較少 我就說真的 說民主不是這樣做 我還是這樣認為 就是說我們當然可以去質疑跟批評 就是說立法委員在立法院裡面的表現 但是如果他那麼簡單化 就是說只為了說因為他贏的少 我就去罷免他 我覺得這個的邏輯跟他的這個說服力 沒有辦法支撐起他未來開這個盤 所以民進黨其實他很聰明 我覺得很聰明的意思是說 他知道罷免是一種政治上的手段 但是他永遠都會告訴你講說 這些所謂藍營要被人家傳說要罷免 都不是民進黨發動的 都是所謂的公民團體自己所發起的行動 所以你看到這一段時間包含謝國良那個部分 有一些民進黨朋友會講說 我們民進黨都沒有介入 我也講實話 這邊在座的大家政治都跑這麼久 沒有介入是騙人的 只是你用了幾分的力道 去做這件事情而已 所以不看檯面上的東西 看檯面上事實上那個都很現實 但是也很真實 所以我覺得還是回到了一個 就是說所謂的這樣的一個罷免潮 我其實覺得 就是說現在大家更關心的是什麼 大家更關心的是民生能不能 好好的讓他恢復到正軌 我說恢復到正軌意思說 從疫情後到現在為止 你會發現我們在內政問題真的非常多 因為在疫情的時候 大家把所有的需求跟所有的想法 減到最低 所以我們不會去觀看這一些 或者是我們可能在媒體上 看不到這些報導 但你現在發現疫情後 或者是大家需求來了 大家突然發現到 我其實應該在過去一段時間 我自己容忍 但我現在不要容忍了 因為那是我應該享有的 那政府應該給我這些保障 跟這些滿足的時候 那你行政團隊沒有辦法 在這一塊去滿足大家 只想著說我在立法院裡面 用那種最簡單的邏輯說 因為這些人贏的票數少 所以我要罷免他比較容易 我覺得這個的合理性跟正常性 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弱 那其實人家在訪談當中 也講得很直接 所以有一些仇恨詞 雖然說比較低 但又沒辦法 因為那種當中 贏得比較少 這比較有可能 比較有機會 直接直白的這樣講 那我就想要請教一下龍凱森 因為蔡政委員 他也是直接講 說如果說要仇恨值來對比的話 乾脆不要假人假意假和諧 就直接仇恨對抗仇恨 之前也傳出說 沒有列殺二十位綠委的名單 這真的假 沒有 沒有這個名單 這個名單其實選民自己心裡有數 對藍的 對綠的都一樣 什麼人有 那你說民進黨他沒有出手 騙鬼沒吃水 大家都知道 選民也都知道民進黨在交代 要去動什麼 沒有出手就像我 當台南市 那個局長 接受性招待 拍空 然後光電案拍空 收押 就有鄉親 也有所謂公民團體來找我 我們要發動罷免環韋哲 我說我不介入 當國民黨不願意介入的時候 那他們知道他能量是不足的 當開槍了 議員的爸爸被打死了 他們說這個要罷免 治安這麼差 我也說我不要介入 因為人家會貼標籤說我輸不起 對不對 台南市出了事不夠多 當淹水的時候 他們說要罷免 我說下雨 高雄也淹水 怎麼不罷免 但是當颱風來的時候 他們就說 吉隆 你看救災不利 這要罷免 成為罷免的理由 是這樣嗎 如果台灣是要這麼亂 我們改成四年選兩次 就是說希望大家能夠穩定 來發展經濟 拼經濟 拼民生 那就是四年一次大選 四年一次基層選舉 結果他搞成 選完市長 一年以後再罷免一次 罷免完了以後再補選一次 等於選三次 好 選三次以後 中央立委選完了 罷免一次第二次 罷免完了再選一次第三次 等於四年變 我們原本把它說成四年選兩次 現在變成四年選六次 好 如果這個選上縣市長的這個是立法委員 那選上了那還要再補選一次 就變成四年選七次 大家 我們人你不累喔 我們選的人就累了 你頭皮頭七次你不累 這就是民進黨的招式 所以你說大罷免要號召多少 國民黨當你願意這樣子惡搞的時候 國民黨就被逼著要 冰來降黨水來吐煙正面迎擊 好 那你只有40% 60%多數的民意是支持在野多數 但是在野提出來你都不願意聽 你背離民意 然後你對抗多數的民意的時候 你是在以民為敵 那你還說你準備要幹掉六個 七個八個 然後你幹掉這六個 你選的六個你都會贏嗎 就算這一次基隆 讓謝國良採取冷戰 讓你過了25% 重新再選 你都未必會贏 那如果我們再推一個林佩祥出來選 他當選補選上基隆市場 那這個立法委員又要再補選一次 就八次 就四年選八次 聽你說都累了 四年選八次就這樣啊 說話不好又聽不懂 所以整個罷免 為什麼當時 那我們因為認為說 假如我們跟白癮說 如果我們在選爆 這個時候修 其實謝國良 基隆案子是不能原用的 但是就會讓人家覺得說 給他添彩火 你看 英哥的兒子 兒子 你看要收發 我是讓選民不要那麼累 所以這次我想國民黨跟民眾黨 可能會從這個罷免的門檻 你要去投票給謝龍介 你要拿身份證 你現在要罷免謝龍介 不必身份證 大家下操 公廟的操 發展協會的操 大家下操操 你看有這麼多人要罷免陳輝文 你給他看看 是這樣弄的 所以好 你要罷免我 你覺得我做不好罷免我 我同意 把身份證拿出來登記 就比較嚴謹一點就好了 是 請教惠文哥會怎麼看 謝委員是你說 總統投票的投票率 內心得40% 南加白加起來是60% 那是今年一個月的事情 現在一定10個月了 超過半年了 龍介你還活在宜夜 你現在去調查 你們清德兄的民調 我認為已經超過50% 靠屁就去管理裡面 這就不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主題 所以我對龍介兄講的 我比較抱歉 因為我台南市長 我是支持陳廷飛的 這個在基隆的這個站台 因為韓國瑜就喜歡講這些東西 他就在幫謝國良幹 他貪污了嗎 沒有 然後他腐敗了嗎 也沒有 什麼他什麼懶惰沒有 然後他說 他去選總統了嗎 自嘲 那當然代子參選的是另外兩個 朱立倫跟何偶宜 都是代子參選 而且都是新北市長 可是沒有人去罷免他們 所以韓國瑜的意思應該是說 要罷免何偶宜 應該是這個意思 我猜的 那有一個國民黨立委貪污一審被判有罪 韓院長你是忘了嗎 他貪污了嗎 韓院長會不會異語成稱 因為那個藍尾沒有在燕營的那個名單裡面 但是陳燕營知道是誰 待會他會告訴你是誰 我就不講了 因為我要保護我自己的安全 那第一會期 就是今年的上半年說國會改革 我是不曉得改革什麼 這我也不談 那第二會期現在表演的是什麼 叫做黨總預算 各位觀眾朋友 還有第三會期 還有第四會期 四年有八個會期 那這幾個會期由誰來主導呢 有這兩位在主導 由黃國昌跟補群器來主導 兩個還會摸頭 這種比較奇怪 這個有符合完全執政完全負責嗎 所以我請問大家 這個看得懂的有幾個 你看這個自由時報民進黨他們說 二億杯葛總預算和人民開幹 國民黨跟民眾黨很害 上個會期鬧什麼 鬧國會改革無法 這個會期鬧什麼 治水預算各種預算什麼 國民黨跟民眾都在擋 你以為很多人聽得懂嗎 我跟你講很多人都聽不懂 在黨明天又是院會 禮拜五又是院會的 又要總預算又要闖關的 韓院長又要朝野協商的 所以我請教我們所有的鄉親 剛剛那個任勳兄講的 我補充一下 有些選區是怎樣呢 其實我的票是最高的 彥宇我簡單講就三腳都 譬如我們就講吳思瑤好了 吳思瑤的票如果侯漢廷沒有堅持參選的話 侯漢廷的票加張士剛的票 是贏吳思瑤的 那侯漢廷跟張士剛不都攔了嗎 對不對 那我現在如果說像亮哥就直接點名說 吳思瑤鐵定不會 這絕對要罷免 因為吳思瑤現在立法院 每天在那裡刺牙牙 吳佩義也是一樣 美人姐加上鍾小平的票 也是贏吳佩義的 結果現在吳佩義你當立委 這樣才有公平 所以我要跟大家說 我真的不曉得 李煥英是你無聲的 你對龍到那樣我就比較擔心 但是我是告訴大家說 像每個會期都有這些 未知數的時候 這樣子的國會 到底意義是什麼 每天就你插這個 每天就你插這個 你到底是你插什麼 這是你要去論述的 國民黨跟民眾黨 必須去告訴他的選民說 我們在立法院在吵什麼 但是我的結論是說 賴清德跟民進黨 為什麼很喜歡你們在立法院鬧 這樣我明年要罷免你們的時候 我才師出有名 我就從待會陳彥寅 要跟你講的那個人開始 對不對 我就從這個缺口 這個破口開始下去 後面還有高鴻安的判決 柯文哲的起訴 我內外加工 就叫罷免你們這些人 我不曉得國民黨立委在吵什麼 要像昨天大法官去找韓院長 那你會通通把它刪掉 不要一邊講說 我們這個也要那個 要什麼什麼樣的 我真的不曉得朱立倫跟胡昆奇 在領導的國民黨 你們到底是要戰 還是要和 還是要妥協 我是真的看不懂 就是賴文哥講 是一個戰術上面 畢竟你必須要讓社會大眾 不是每一個人每天都這樣子 有看新聞 你要公布的嗎 每天每天都看新聞 你要公布的嗎 有看新聞大法要跟得那麼緊 但是也必須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讓我們民視的董事件很重要 是否則這個輿論的力量 其實相對的很多時候在看 特別新聞報導的時候 可能會產生你想不到的後座力 我們先進廣告 只有今年也是 會和平衡 沒什麼 呢 以前 因為做了 我們要在冒餐 看到一個人 有一個人 看到一個人 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